外媒记者卧底潜入 镜头前说话的 是参选台北市议员的 爱国同心会副会长郑建新 统派话术爆出秘新 现在兄弟组织统促党急忙切割 脸书PO出声明 指爱国同心会成员复杂 理念不清 行为短视尽力 立场投机 统促党急日起与该单位断绝来往 跟爱国同心会切割 我们本来也没有在一起 我们因为有些同志 因为他们也没什么言谅 反正就有的时候去找我们的同志 兄弟在这里 敢做不敢当 抓到证据的时候 他们又匆忙闪躲 用尽各种借口理由 更让台湾人知道说 原来你们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吗 统促党断尾求生 因为就怕外媒曝光太多统派内幕 大陆就是基本上知道你哪几个企业是支持统一人 他尽量会 就是不让你亏损 中国透过集统组织渗透台湾 不只金元台商还被爆出中国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俊 透过认识的警察要求叫出有支持台独的警察名单 并有手段威胁他们别搞台独 现在被外媒揭入统派运作内幕 统促党就怕被卷入 一句话完成切割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